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今天给大家推荐五本书 然后以及结合这五本书谈一谈 就是我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这也是我今年的这个年终总结 今年是我比较特别和重要的一年 因为在今年呢 我完成了好几个自己一直想要得到的一些愿望 就是我过了半 我拿到了MBA的毕业者 一直想夺MBA好久了 然后拿到了驾照 然后我们也搬进了一个新的大的一个价 还有年薪也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数字 然后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上 包括我的家庭生活 目前来讲也一切的就是幸福圆满 其实为了实现今天的这一课 我觉得我自己有努力了 就是五年 五年还是七年都不记得了 我今天做了一番总结 就是讲总结一下 就是这几年 我觉得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好先说我推荐的这五本书吧 这五本书分别是 The Slight Age 微小优势 Antomic Habit 中文应该叫什么习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Mayor What Matters OKR 这是一本关于就是OKR绩效管理 目标设计绩效管理的书 The 10 Plus Rule 就是十倍的努力公式 The Compound Effect 复利 好我现在接下来就说一下 我自己总结的 实现自己梦想的几个公式吧 我觉得第一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以及一个明确的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在18岁的时候 我就想要成为一个涉外律师了 当时我给自己的时间是 我说一辈子 一生要实现这个目标 幸好当时是觉得是一生 而不是说五年 如果是五年的话我就放弃了 还好是一生 因为一生的话 在那五年之后 我还在继续努力 很多人就觉得可能不值吧 也有很多路可以走 为什么非得要去当美国律师呢 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就是因为承诺了 一生承诺了一辈子 所以才会到后期 不计时间和花费的 去坚决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我是有觉得 有的梦想是值得一辈子的 而且很重要的梦想 一定要对自己说 Never give up 就是你可以不用对别人说 因为你对别人说 很多时候说得早了 别人说你次人做梦 只会说大话 然后或者是说 别人就拿着你这句话 就说 你就说 各种各样的 比较消极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梦想 没有必要跟别人说 但是一定要跟自己说 而且要有自己成功的一个哲学 就是像我的话 我的哲学 Never give up 我觉得很多时候 做成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接受失败 允许自己失败的一个心态 因为只有准备好了 你也会输 你输得起 你才会真正的 去不断的去努力 不是一次成功 才叫成功 很多时候真正的成功 是要高于自己能力的 不是一次挑战 就能够实现的一些愿望 太简单了 成功 你也不会很珍惜 只有经过无数的挑战 失败 再爬起来 成功 最后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个过程 我是觉得真正非常值得 当然也是 如果你追求的是对的东西的话 所以我觉得 接受失败非常重要 我如果将来要教育 就是小孩子的话 我不会要求他 每一次都考第一 但是我会要求他 如果定了一个目标的话 就不要对这个目标 就是轻易的 说我不行了 我做不到 我觉得不需要去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需要的是 一种不输给自己的一个心态吧 还有就是 在实现目标之前的 最黑暗的那个时候 你会记得自己给自己做的承诺 也就是那个初心 当时为什么那么热血的 去想要去追求这个 那个初心 是能让自己最终 能够达到那个地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证 我觉得时间上的话 要准备三倍的时间 现在可能 整个社会比较追求高效啊 就是希望 谁是最快地达到一个目的 谁就是最好的 但是 但是呢 我觉得千万不要被 被别人这个宣传给蒙蔽了 我觉得三倍的时间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安排 当一个人跟你说 他准备托福只需要一个月 他夫系某个考试 只需要三个月的时候 我建议的话 是乘以三 你就用三倍的时间 去计划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在说 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他总是会经过一些的 就是 美描自己的时间 比如说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今天花了20分钟 然后做一个总结 但其实 包括我前面打算做总结 包括总结问人当中 我又花了一倍的时间 去思考我这个总结 对不对 其实我是付出了两倍的时间的 但是有效的时间 可能只有 就是一倍的时间 当然我跟别人说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直接说了 我的有效时间是一倍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 我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就觉得 用两倍的时间 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说 我要说用三倍的时间呢 因为生活中 总是会出现意外 我就觉得要给这些意外 以及一些 就是 魔鬼在细节中的一些的 出错的时间 留给空间 所以我觉得 如果去准备一个 长期的项目的话 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时间 如果你低估了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你低估了 做这个事情 要花的时间 而导致着最终 你时间不够了 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如果你有三倍的时间 去计算这个事情的话 你会让自己提前开始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时间拖得越长 其实你效率越高 因为你的 试错的时间 也计算过去了 而不需要就是在后期 就是前面不着急 后期拼命感 然后最后呢 因为时间耐不及了 然后最后就做的 很粗之烂液的质量 不好加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三倍的时间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执行计划的执行 执行计划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有一个 比较真实记录 自己过程的这样一个工具 不管是电子的还是直制的 我现在目前来讲 比较倾向于用电子的 去计算 统计这个时间 它可以把 比如说我自己学习的时候 我会计算 自己大概花多少时间 这样每一个星期末 我可以看到 自己一周的时间消费 但是纸质的好处就是说 纸质的书用来记的话 比如说日记本用来记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就是自己学习的 是不是有效率啊 或者说下一次 哪些方向继续改进啊 你会不会有些新得技的里面 我的建议是用纸和笔去集合吧 用一个电子的Excel 去记录一下自己的一个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project花了多少时间去做 然后实际完工的就是时间是多少 计划的时间是多少 以及用一个笔记本 同时去记录在这每个阶段 每一天每一夜或每一个milestone 什么的时候 你的自己的心得和想法 然后不断的去检测 这里就插入我就想推荐的这本书 叫The Slight Edge The Slight Edge这本书呢 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父亲写给儿子的 就是教他就是 你怎么在大学里面取得成功 包括你怎么取得人生的成功 这个书的作者就认为是 其实很多人呢 不知道就是怎么去取得 一个巨大的成功 他给的就公式很简单 就是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每一步 从上第一节课开始 你只要做好每一步 你就已经赢过就是一半的人了 因为很多人都是坚持不了每一步 可能不去上 就是第一节课可能大家都会到 但第二节课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到 第三节课很多人就完成作业了 所以取得成功其实就是 每一节课你准时到 第二节课你依然去 第三节课你依然把作业交了 第四节课考试之前是这副习 这个作者就是以大学生活举个例子 也提到了人生 就是你的 他的一个策略就是 你只需要在每一步 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 然后你就会随着这个时间的累积 这一点点的优势 就会扩大成巨大的优势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以前是一个爱做梦 但是有一点眼高手低的人 我后来发现就是 通过记录的话 我可以看到自己真正能够执行 什么样的一个成立 然后呢通过让这个 每天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 就是每个单位时间 我能够学习更多 或者说我工作更有效率 每个案件当中 我能够更加用一点点的心 去记得这种小的这种优势 它持续的话 你就会发现自己跟别人 也不说跟别人比较 就跟没有就是这样去做的 就真的是会有一个不同 所以这本书我强烈推荐 我觉得可以适用在人生的 不同的这个阶段 然后同样的 与这本书类似的 就是叫Compound Effect 这本书呢主要是讲复利 它是讲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复利 投资的复利 那其实在跟这个 The Slide 8的这个理念很一样 也就是说市场也好 还有就是世界上的很多事物 都是马太效益 多的会更多 少的会更少 其实背后就是这个复利吧 就像投资也好 你那么两块钱 都可能逐渐的就是变得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会非常富有 如果你能够每天都存两块钱的话 另外就是 有关于这个计划的这本书 就是也是有本书推荐 叫做Major White Matters 这个书呢是一本讲OKR的这个书 OKR就是Objective Key Result 以及Performance 这个就是现在应该商学员 就比较流行的一个 关于目标管理的书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长期的计划的话 你是需要有一个小的目标 Objective 以及key Performance 还有一个result 就是一个比较小版的一个 就是去检测你自己是否达到长期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绩效管理 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 也是我应用在就是自己每日记录上 因为其实每天呢 我发现如果每天我们以天为单位 每天你如果的目标 定在完成一个大目标 或者说两个小目标的话 你是很有可能去实现这个目标的 但是如果你每天不定目标 你就是去做一个事情 但是没有目标的话 你到最后一个星期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每天做的事情都太散了 后来我就学会了 就是在我考伴复习的时候呢 我每天都给自己定一个学科 或者是说两个学科 我会定义一个目标 然后每天我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这样就是一周之后 我就会发现自己的复习学习的 这个计划是非常清晰的 我每天的目标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 第二天的话 我会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复盘 我是觉得这个OKR 虽然是在商业领域里面实用 但是在学习上生活上目标管理 我觉得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 然后另一本书想推荐的 也就是The 10 Plus我十倍顶礼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讲一个就是梦想问题 说如果你有一个梦想 你觉得这个梦想离你太高远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努力 乘以十倍 这个梦想还可以离你远吗 然后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 去说明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 一是就是给你打一点鸡血 让你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说不可能的是自己的心 而不是这个事情真的很难 第二就是说 从时间的利用角度来讲 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做不成一件事情呢 可能是因为你当下的效率 或者说付出真的是太少了 因为太少了 然后你又想东想西 最终你会发现自己成不了事 但是如果你少想一点 把自己的付出 以十倍的输出去做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难的事情 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就举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创业 或很多人都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永远都是在想未来怎么样 有哪些困难要解决 但是我一直就是会去电源 比如说你就开始做 虽然你第一次做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做十次之后 比如说我也开始录视频 第一个视频也录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就觉得我如果录十次视频 或者说我反复的录十遍一个视频 那肯定我一定是能够克服这个难度的 我觉得这个10plus rule 其实这本书总结一句话就是 十倍的努力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这本书挺有意思的 可以转单去看一下 然后最后要分享这本书 就是Atomic Habit 这本书在美国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也是用一本书的篇幅 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非常实用 Atomic Habit就是讲 你不要定一个很大的目标 然后能老是什么线 然后你最好就是 你要注意到自己有那些小的习惯 然后从微小的地方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特别实用 就是曾经我有一阵子就很挣扎的想要早起 但是总是早起不来 后来我就发现最好的早起的方法就是 我只要一醒了之后呢 我就把耳机插上 然后耳机里面放我最喜欢的音乐 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早上起来跑步嘛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胖肉是跑步的音乐 然后你如果身边的话 就是你就已经差不多快醒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正好放着 就是可以就是穿着马上可以出来跑步的衣服的话 那么你一管身 你一下床 那你就更加容易去跑步了 所以不需要你去那么打击水 靠意志力 你需要唯一的需要去做的 就是你知道有一个trigger的点 就是在你醒过来 到你决定下床的这一个间断当中 你插入了一个 插入一个一点点的事情 改变自己的习惯 如果以前的习惯是醒了继续睡 那么你在醒了继续睡 这之间插入一个就是带上耳机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让自己戴上耳机 到开始放一首歌 然后能够让自己有一些动感的 就想要跑步的这种感觉 它可以完全自动化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 它教你就是你要善于观察自己的一些习惯 然后呢在微小的这个地方 做微小的改变 然后让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习惯 我自己应用的话 我会觉得 我是怎么让自己后来开始坚持早起的 其实一开始的话 我也是非常难早起 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 就我是两个方法 第一方法我开始记录 什么时候不冷早起 我就发现往往不冷早起的时候 就是第一 前一天晚上要么就是太晚睡觉 那为什么太晚睡觉 有时候是学习到兴奋呢 十点钟停不下来 然后呢就第二天肯定就起不来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没有学习好 然后呢就是觉得很内疚啊 或什么 或想要玩或什么的 也是拖到十点钟无法入睡 然后第二天便拉起 所以我是怎么去改变这个习惯呢 我会发现就是有个trigger 就是我如果是九点钟还在看书 或者是说做一些特别消耗劳力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一定会兴奋到十一十二点 然后睡不着觉 所以这个时候trigger就是我后来变得 就是十点钟我就开始洗个澡 洗了澡之后就放松了 放松之后就会很自然的想要睡觉 然后只要我早点睡觉的话 我第二天基本上早起就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你看我不需要去给自己打鸡血 去做这些执行 我唯一需要去做的就是养成一种 就是十点钟去洗澡的习惯 这样的话它就是能够 就是很有效的去阻断了我以前的这个坏习惯 就是晚睡晚起 而变得早睡早起 所以整本书我觉得非常实用 就是它教你很聪明的方法 通过观察自己 然后呢改变自己的坏习惯 然后让自己早起 养成一个好习惯 因为这本书也是非常推荐的 最后呢我就想说一点 其实我还有总结更多的内容 但是今天想要录短一点 因为这个视频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让明年的自己来看的 我希望明年的自己呢也能够实现更多自己的理想 然后把现在总结的付出时间 我最后觉得梦想其实有一个反面就是所有的梦想都是有一定的代价的 当我去实现一个梦想的时候 除了我自己在付这个代价之外呢 就是我发现我的家人跟我朋友就同样的在承担我梦想的一个代价 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的梦想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生活简单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热血沸腾 但是我自己有体验过 我是觉得我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带着梦想前进 能够永远给自己就是做梦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给自己激动的理由 以及给自己每天早上清晨很积极的一个心态 去期待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梦想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话 那么就是要做好 你要付出你要牺牲的这样一个准备 所以我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定的这个目标或说梦想是合理的是健康的 这样的话实现它的过程就真的是非常有益的 然后2023年呢我的一个新的梦想是什么 我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依然就是早起吧 利用好清晨的这个时间 然后把去做好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去看一些书 我会给自己说自己希望 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够在新的一年 大胆的做梦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待了